最近剛看完一部電影《斷訓》 《Leave the world behind!》 《Tear》就是那麼突然的一個開場 單純從預告片看起來會像某種不知所云的災難驚悚片 原本自己沒有抱多大的期待 但導演所埋的梗和氛圍處理上 還是促使我想來談談今天的主題 演繹出人們在資訊斷絕 資訊隱藏 甚至不正確的情況下 如何彼此猜忌攻擊 然後慢慢掉入敵人的陷阱 幹 真的很難在不暴力的情況下說美 所以還是蠻建議大家可以找個時間上Netflix看一下 這種知道你心裡的不攻自破 老實講 我覺得比任何硬武器還傷 任之作戰 這名詞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目前我看下來還未有一個學術定義 奈頭國NATO界定 它是一種以非常規的方式 利用每一個人的心理偏差與反射性思維 來觸發團體或特定人口的思想與行為改變 讓你的敵人出於弱勢 所以以往說的心理戰 資訊戰應該都會融會貫通在裡頭 台灣的話 在越接近選舉時 我自己觀察到這現象會越明顯 思想坦克的網站有篇投稿文章提到 為何很多人會為了恨而恨 可以透過三個步驟來完成 第一是訊息量要大且重複性高 久而久之人們會習慣這樣的周遭思維模式 第二是除了重複習之外 還要鼓勵正向傳播屈器 可能會請名嘴KOL聲量高的人來背書 第三則是在沒有相關議題要打時 丟出過量資訊 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 人腦因為眼光 所以會本能使用比較節省CPU的方法 拿之前反覆系的前提去投用 歸納出這個圈圈圈 就這樣不意外的結論 這類煽動來煽動去是要削弱對手的絕佳辦法 今天就想來探討對岸好鄰居 是如何運用這支效果卡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現在幾支路 每個講這次軍事比電玩還Bug的那個男人 這系列打算用政治不正確的風格來聊聊眼見 會覺得不一定為憑一事 iPhone會時不時告訴你手機螢幕使用時間 像我上週是平均每天7個小時又59分 這個幹真的有夠久 但自己有一點想辯解的事 有時候是那個手機訊息跳出來 但我就放在那邊沒有動它 螢幕就這樣很亮著 不過基本上應該也算是使用過量到可悲的底部 美國的統計 平均每人每日就會花2.5個小時在社群媒體上 加總起來一年是36天 一生會花上5.5年在我姓服的上面 就怎麼那麼難不出人 解放軍也知道多少人晚上會划短影音來的到手麻 所以我記得在2003年就有相關的政戰文章在探討 如何運用這類長期的意識形態控制 來將自己轉到有力的位置 今天我就特別去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解放軍報自己的文章 一個要深入敵營來看他們怎麼玩 裡面將此戰法分成4塊來完成 不一定有前後順序關係 包含訊息擾動 語言競爭 輿論遮蔽和訊息封鎖 聽起來有夠官宣 所以這邊也要幫大家上註解和找找有沒有同時可以驗證的案例 第一招叫訊息擾動 主要意思是在社群媒體上發布特定訊息 影響目標受眾對真實交戰態勢的認識 前言提說因為全球社群媒體用戶已超過40億 所以一旦某些敏感事件發生後 大家的反應過快過熱 皆會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和社會影響 給的例子是2012年的尾巴衝突 其實拿誤會戰場舉例也可以 但明顯立場不同 說到疑國軍方透過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的社群媒體帳號 不斷地去發布戰場訊息 一手可以秀出自己的立場 另一手也能透過宣揚戰果來證責敵人 然後對手哈馬斯也不敢失落 充分利用卡桑旅帳號進行輿論反擊 行銷手法不太一樣 將自己形塑成弱者或受害者的形象來取得國際支持 這篇文章是2023年初上架的 所以當時作者們肯定不知道 哈哈哈哈的接近年底會有貼小的第幾版的尾巴衝突 但是中間對於誰能掌握話語霸權的分析 就真的在現實上演 之前以色列軍方沒打下一座學校或醫院 就會找國際記者來搭配發言人進去拍攝 這邊是我們的突入點 這邊有地道彈藥廚放在這 別人上那去住的民宿老闆還熱情介紹內裝 而這邊當然也無疑要否認君子的辛苦程度 加薩走廊絕對是超一手難攻的地圖 但整體看起來就很C 另一方他的團體會搞自己的行銷 硬軍武比不上科技新貴以色列 所以就如文章所述打通琴牌 而且根據我的觀察 在西方主要國家的年輕覺醒世代中 特別容易發酵 輿論很容易轉向反霸凌 呼籲強者要停止軍事行動等等 大家都忘了戰爭的本質就是會有死傷 反正hashtag玩隔天日子還是要繼續過 第二招起手勢是跨語競爭 和上面那位相比 此戰法對於意識的形塑更為淺移默化一點 文章有提到所謂的脫掉政策 做法是在比較當紅的話題上頭 故意散佈虛假性和誤導性偏高的言論來帶節奏 有意去喚醒社交媒體上的既有偏見 激化目標受眾認知的對立 而這些脫掉者所塑造的群體效應 還會加上社交機器人 自動播報聲音擬核等科技輔助來推得更遠 希望最後能達到對受眾無感入心的影響 我真的那時候是邊看邊起雞皮疙瘩 因為剛剛的句述 隨便都可以貼上我們現在習慣的用語 像這個帳號又在帶風向 誰誰誰就是網軍等等 但有時候可能你在對談的那個人根本不是源頭 因為老實講任何爭議話題 像雞蛋疫苗或醫美論 有人能真的知道是哪一個PTT帳號起頭的嗎 但也不用那麼專業好不好 因為那位人兄已經某種程度上被喚起心中的惡 然後超級願意自動自發成了我們口中的大外宣 而不自知 目前我覺得在這個第一階段 故意煽動言論仇恨還蠻容易的 但是在藉由AI軟體去仿生或修徒 來擴大其影響力的第二階段 就目前我覺得可能偏偏長輩還可以 我們這種人那麼常帶在網路上的宅男 其實每次看到那種什麼即時戰報 其實就只是遊戲畫面而已 都會心想說你是在考 這類換聯的合成技術還是先運用在色情產業上 我比較能被幸福也能幸福 我之前只是覺得在演算法的這個推波助欄下 只推你想看的主題內容 每個人活在自己的消通溫層就已經夠恐怖了 沒想到如果大家試想今天的舒適圈是完全manman的人工的 我以為我已經突破了楚門的世界 沒想到還有另一塊窘頂的概念 影片剛好來到終極點 頻道從打稿攝影到後期剪輯都是藝人團隊 不一定能帶給大家最及時的資訊 但依舊希望能保持那份真誠 說出自己小花鍋的看法 因為內容討論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 影片很早然而易檢舉一下 不受廣告上侵略 不受 現在萬物其上的年代 P戰算是創作者的一片淨土 可以去把你們的董內在無抽層下幫助我穩飽三餐 真的感謝大家在2023年的一整年度支持 平均每個月我們都有達到基本薪資門檻 擺脫萬惡的演算法和收益限制 真的要靠這些黃標勇士 還有加入頻道會員的朋友 即可拿到一些奇怪的獎勵 與直播聊天台記錄 免費看到爽 2023年起我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都會開直播 和朋友合作的網路Podcast節目叫網路上的方靈 所以好不好總算有東西可以看了 上述的連結機會出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或日影留言區 大家可以再過一席啊 好的我的廢話說完了 接著可以讓影片繼續 第三項是 這個輿論遮筆 所以相對前者是火上加油 現在則是要讓某一項議題風向 資訊過載 這方面主要是要靠的機器人AI 來讓網路意見陷入黑暗期 文章所引用的國外調查機構顯示了 從各類社群媒體平台上的收集的連結 到2000多個流行網站的120萬條推特推文中 有66%是機器人所分享的 我這邊看了蠻久的後來才意識到 裡面一直提到的社交機器人應該翻成演算法 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所以原文意思應該是 我們現在很少主動在分享東西 我們手機上所滑到的內容大概有超過6成 是系統想給我們看的 接續提到 這類程式的運用用戶情感偏見來鎖定受救 制定所謂的精神彈藥 來快速且密集地射向目標主題 所以這招要見效 我覺得講求的是精確性 在網路上調侃的 這持續量過大 應該也是我們俗稱的網軍 但明顯不是一個肉身在鍵盤後方敲敲打打就是了 慢慢謊言在特定TA的大量轉發下 也會成為另類的事實 讓社會瀰漫著不向前主的對立 而是要互相猜疑 不確定和不信任 最後一個就是訊息封鎖 不是單純你們男人都一樣見封鎖就好了那種 而是針對敵方的資訊傳播管道進行技術攻擊 這邊有特別標示出 物理上的摧毀也是可行的 要故意讓雙方能在認知的對抗中 處於那非對稱不平衡的狀態 從而壟斷命名權 闡述權 和議程設置權 也順便嗆一下 這是你們西方國家慣用的技量 包含2009年美國政府授權微軟公司 切斷敘利亞 伊朗和古巴的網路通訊 讓你直接在網路世界上被消失 以及2002年因為無二戰爭 把RT國營媒體下禁令的速度 可能比召回自家大使還快 臉書當時也有公開宣布 限制俄羅斯伊朗等國的部分媒體 這邊也沒有要站在道德之高點說 你把言論自由放在哪裡 因為那已經是兵不厭仗 這就是政治的階段了 大家當然會這個瘋狂搶麥克風 反正提到資訊封控 不同意的請舉手 哪有人敢說第二名 沒有 美方也擔心矽谷的拒破 和我們的老西走得太近 包含伊隆罵未來可能會 依賴中國生產和銷售特斯拉 學者也有發現 自從限時鋼鐵人買下推特後 來源發自中俄和伊朗的片面資訊 積深70% 但我覺得老外還不用太擔心 中國用抖音來洗腦大眾 市場的因為語言和文化隔閡 很容易出現 我只是一個英文留言路過的景象 相對來說 我們台灣才是中方惡意製造假消息的主要攻擊目標 在瑞典哥德堡大學的數位社會資料庫研究報告中 已纏連10年榜首 微軟統計從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 發現台灣只有超過90起網路攻擊事件 再來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將排序下去 很明顯是針對說中文的華人多寡來決定投入的資源 像是去年的佩洛西來台 我覺得就是以上這些戰法的成功案例 不僅便利商店和高鐵數位看板 遭駭客入侵 出現戰爭販子裴若西滾出台灣等字樣 連總統府的官方網站也遭遇短暫攻擊被癌患 加上已經鋪成許久的疑美論 包含阿公仔打過來 美國不會來幫忙 美國才是挑起針端的人等等 人家前腳剛走 後腳就有環台封鎖軍演 理當來說 這樣前夕安排那麼久 應該會造成社會一定程度的不安 才對 只是 我們當時也有做影片評論 台灣人好像蠻無感的 連房價也都沒有掉 我就懷疑你飛彈有沒有真的在幫忙 西方媒體稱之為 一場沒有煙消的戰爭 已經開打 只是我們台灣公民的警覺性不足 這一次沒有這種的 但不包準說下一次沒有用 對不對 如果我改成切斷網路 駭進台電 那劇本會怎麼演 我們懷念他們 我覺得認知作戰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成本有夠低廉 但卻能攻擊敵方的心 雖然你可以立法刪除某些明顯的假賬 但通常這些訊息 很聰明底會真假 參半 所以在查證上也有困難 而且當你處理好了之後 那些暗插好的種子 傷害 已經造成了 幾乎不可能有效防堵的情況下 只能不斷提升個人的媒體試圖能力 很多人留言可能會說 我的內容盡量公正 客觀等等 是很心存感激之餘 同時也心動覺得 媽的是台灣媒體環境標準太低了 每次看到捷運上會有那什麼新聞雲 秀出自己是什麼最多人看的媒體 評鑑敵義之類的 但我心想你們是最BIOS和享受短期利益的新聞機構 倒想看看 如果是全球公信力排名 會到第幾 不用什麼認知作戰 有時候還真希望對岸直接打過來 可以整肅一下 也會逛到下面網友留言說 你們當初做記者之前 怎麼都把媒體倫理還給老師了 唉 看到這句我好像也被罵不下去了 就你如果只是在大公司的小職員 哪位不是人生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想報的新聞上集不一定給過 久而久之你也可能變成你當初討厭的大人 認知到這一點也使得我超級感謝大家願意給這個機會 一專業也算是鬼平台 一待也就是我10年的光陰 不要成為別人眼中的什麼什麼粉 也不要站在到了制高點去貼別人標籤 然後還有 再新的一年持續支持電玩之夜 這個時尚最服務正業 但又莫名蠻好看的頻道 頭頭的歡樂時刻走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上芯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個PZN抖內平台 由180位觀眾朋友讓我持續打神 因為頻道調性和黃標引力的問題 所以超級感謝在我身旁的英雄榜單 願意接受麻煩的介面 抖出自己的辛苦錢 如果希望我的力氣幽默感 和軍事軟硬合作敲雜的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一杯咖啡的抖內 會發現我們最低基本薪資 聽說又要漲了 再靠近一點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們真的都會看 希望大家先到這邊 掰掰